我這歌上下說不樂人家 觀眾不滿意我們自己心裡也難受 難受 我曾經有過我們有一個同志唱唱唱說 把詞忘了 下來自己拿一把椅子騎在這椅子上 趴在椅子背上 反省 反省完了一會對著那個槍 啪啪啪啪出自己嘴巴 出完了又在那趴著 我們演錯了一段說錯了 心裡那個難受 觀眾這是看不到的 對 可是呢 那麼就是說 這個 幹別的是一樣 你那個性子你必須得磨 可是當我這一段相聲觀眾 嘩 樂了 效果好 嚇得太痛快 比吃什麼好東西都心裡都高笑 對 其實人都是這樣 特別喜歡聽別人誇獎自己 馬上上出場的這位老爺子 他也一樣願意聽別人誇自己 有人逗他 說他這是愛慕虛榮 當然他加了引號的愛慕虛榮 不過咱們這位老爺子 正是因為他愛慕虛榮 卻成為他們小區裡面的明星 受到了很多他們小區居民們的喜愛 到底咱們這位老爺子 有什麼專長 能夠讓他愛慕虛榮呢 剛才先打聽一個人 您認識咱們這個社區那個張韓 張大爺嗎 認識認識 對他還挺熟悉的 後來我這 因為我的風扇機壞了 我就在路上隨便說了一句 第二天 張師傅呢 這挺熱心的 拿著工具呢 就到我們家來熄了 咱說張卡汗您認識吧 張卡汗認識 誰有困難做到他 他是一個能人 當記者來到張大爺家的時候 張大爺正在專心致志地 做著什麼東西 我們這家宿舍有一個退休的同事 他挺飛襪子的 這樣的話呢 他就想做一個襪板來補襪子 他說我一想呢 這個襪板現在在北京是買著 絕對沒人看過 甚至年輕人都沒看過 所以我就用回憶吧 回憶以前什麼樣子 這樣做這個襪子 據張大爺說 他這麼喜歡管閒事 也是有自己的原因 其實張大爺年輕的時候 就很喜歡做腦子管閒事 打通了很多女孩的芳心 其中也包括張大爺的老伴在內 反正就是他的聰明和材質呢 確實吸引了我 所以說在我心中 你要跟我講 這個電器 這個千光 還在小打小鬧 沒有他不 沒有他不動 在張大爺家裡 隨處可見 張大爺自己動手改進的東西 您看 這個就是張大爺 用廢舊的手機電池 改裝了手機桶 每天以後 可以像給手機充電一樣 既省電又省錢 您再看看這個魚缸 經過張大爺的改裝 可以自動清理魚道排泄物 便去給魚缸經常換水的麻煩 您看這個熱水器 是張大爺自己研製發明的 既能控制溫度 也能控制水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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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